Hello 大家好 我是Puffy 今天的主題比較特別是關於我的 Plan with me 跟我一起畫 bullet journal 因為之前就有人留言說 希望可以看我的 bullet journal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趁今天 8月底的時候可以跟你們一起規劃我的9月 那跟一般規劃 bullet journal比較不一樣的一個點是 9月、10月、11月、12月 就是2021剩下4個月嘛 就等於是已經過完了 8個月3分之2了 那關於年度目標的部分 其實有沒有好好執行是一個蠻問號的事 那我就覺得可能前8個月就算都荒廢了 至少我們這4個月要稍微把它補救起來一點 就是可以再做一些比較中短程的規劃 讓這4個月更往我年度目標去邁進 好 那我們就先從看年度目標開始 首先呢 我在年初的時候有拍過一支影片 大方的公告我的年度目標 所以其實我應該要很努力往這個方向前進 才不會就是眾所皆知的半途而廢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講一下 我的年度目標總共分個三大區域 第一個是財富、健康跟自我管理的部分 那在財富的部分呢 我有列了三個小點 第一個是要列預算 然後每天記帳 跟一個月的時候做一個捷報 那關於這三點呢 我覺得我自己 其實在每日記帳的部分是做得蠻好的 就是我真的有養成記帳的習慣 然後跟你們分享我記帳的APP叫做 天天記帳 它就是一個像這種 就是形式力的樣子 然後你點進去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加入 就是你想要記帳的金額等等的 然後 它也會幫你統整出你一個月的花費 都大概在什麼樣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在每月捷報方面 我其實是有自動的天天記帳幫我完成的 不過我自己是覺得 我應該要再回頭看一下這些 就我花的錢到底跟我列的預算有沒有符合 對 剛剛沒有講到列預算的部分 我是有每個月列預算的 而且剛好在這個天天記帳的APP上面 你是可以就是輸入你的預算 然後它就會就是每一個細項 比如說飲食你想要花五千塊六千塊 就是你可以這樣一個一個打上去 然後它每個月會提醒說 你這個項目已經花掉百分之多少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APP真的蠻好用的 可以推薦 如果你是喜歡 不是喜歡 如果你想要養成記帳習慣的朋友 可以去下載看看 所以列預算每天記帳跟每月捷報 我覺得我唯一做的比較不好 是每月捷報 就是我其實沒有回頭去看我那些錢花的地方 就是有沒有合理 有沒有符合我預算的規劃 我只有在就是可能每個月要花錢比較大的時候 會看一下 欸我那個項目還有沒有剩的扣打這樣 所以這個是這一次想要更增進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到健康 健康也有三個點 第一個是每天喝水兩千五 第二個是每天伸展 第三個是每天記錄飲食 好必須說這三個我看都是蠻失敗的 對 大概每天喝水兩千五是有機會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生活習慣是本來就喝很多水 所以兩千五這件事可能有在不知不覺中打到 但其實我想要的效果不是這樣 我是希望我可以每天記錄自己有確確實實喝到兩千五 所以這個我等一下可能會把它加入我的habit tracker裡面 讓我每天去記錄到底有沒有做到 那每天伸展跟每天飲食紀錄 伸展我大概是一個禮拜才伸展一次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不夠 我還是希望可以每天伸展 所以這個跟每天記錄飲食我一樣會放入接下來規劃9月的那個habit tracker裡面 好那來到自我的部分 我有三個目標 第一個是每個月讀一本書 第二個是每天學30分鐘的語言 然後第三個是建立morning跟sleeping的routine 必須說也非常的失敗 因為每個月讀一本書我真的沒有做到 我每個月 我大概每兩三個月才讀一本書 我自己是覺得真的是很不夠 不過因為我以前是試圖想要在睡前的時候讀書 然後可能可以進入一個比較好的睡眠狀態 但我覺得這件事好像太勉強我自己了 就是我睡前就是想要滑手機 然後滑到很想睡然後去睡覺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要改變我閱讀的時間 可能會在早上白天的時候播出一個專門閱讀的時間 然後配咖啡啊等等的 我覺得這要再建立一個新的習慣 不能再希望說晚上要做這件事 因為我發現好像更難建立起這個習慣 然後接下來學30分鐘的語言 我也其實沒有做到 因為我原本的設想是30分鐘 就算是看韓劇看韓眾也可以 就是我只要有多聽多接觸就ok 不過我連這個都沒有做到 所以我連這個可能都要加入等等9月的habit tracker中 那建立morning跟sleeping routine呢 我覺得我是一半一半 我現在morning的routine大概就是我起床 會喝水然後喝水的同時會吃維他命 然後接著我可能會泡咖啡來開啟一天 我覺得早上的部分做得比較好 可是睡覺的routine我覺得我沒有做得很好 因為我沒有把睡前的伸展 然後我現在睡前就是點蠟燭 然後躺在床上滑手機睡覺 就是超沒有routine 但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是就是稍微伸展一下 然後一樣可以滑手機然後睡覺 就是把伸展跟sleeping routine這件事做個小結合 那就是接下來三個月要努力的目標 接著最後一個目標 第十個目標呢 我說我希望youtube可以拍100支影片 那我其實也不知道我現在拍了幾支了 讓我來數一下 經過我剛剛仔細的計算 我目前截至今天8月27號 我總共發了61支影片 其實還蠻多的耶 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然後今天是禮拜五 所以我禮拜天會再發一支 在29號的時候 所以會有62支 8月結束會有62支 那剩下38支呢 我還有4個月可以發 也就是一個月發9支 我覺得好像我是對於在youtube上發100支影片 這件事是有在正軌上的 而且在這邊想要偷偷的提早宣布一件事 就是我今年的12月會想要做vlogmas 就是等於是12月1號一直到12月24號 的上傳影片 然後跟大家一起度過我最愛的12月 因為12月是聖誕月 我的生日月也是跨年月 就是12月是我的all time favorite 所以一直很想跟大家分享 12月的每一天 那所以加上我12月要做vlogmas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應該很可以輕鬆達到這一年 達到100支影片 所以終於有一項 就是目標我是有在分內努力的做的 然後最近拍影片也都很開心 也謝謝大家陪我 對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趕快直接來做我的bullet journal bullet journal的時候我就會選定這個月 我覺得代表這個月的顏色 那接下來是9月嘛 9月就是一個開學月 所以我想要用一個LSD的配色 就用這個紫色作為9月的代表色 那其實我前面封面都畫得很簡單 因為我真的不是那種很會畫畫的人 所以我的bullet journal基本上完全就是功能導向 是沒有任何太多的好看插畫的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看一些很酷的插畫的話 抱歉真的看不到 因為我是一個美術小白癡 稍微用鉛筆描了一下這個字 好的首先呢我會在封面寫上9月之後 我就會簡單的翻到下一月 因為我的bullet journal真的是完全以功能為導向的 就是因為我是一個非常不會畫畫的人 所以我bullet journal上面通常都沒有任何 就是比較複雜的設計 基本上就是完全功能導向 然後呢翻過來的第一頁呢 我會在這邊畫一個比較大的月日曆 因為這個月日曆可以讓我看清楚 就是每天要做什麼 或是我安排在 可能我會數天數啊 安排幾天後要做什麼這種 就是月日曆對我來說 大一點會比較方便 這個月的代表色呢是紫色 所以我會在這邊塗上一層紫色 好實 Being 超好實想工廠 濃進去已變成 真的像是最好的 每天晚上5個月 這麼多都沒見 都超級烈到 這是什麼 月晚的 寫的 來到大多數 我愛的 如果跟著 Highsmith 都沒有 我的愛的 我愛的 接着呢 画完了这个每个月的计划呢 我就会往前看一下 就是这一年 有没有 9月有没有什么事情 要记上去的 目前你们可以看到9月这一栏真的是空到不能再空 你们看到吗 就是非常的空 所以就没有什么要记录上去的 不过呢 我会再翻到后面这边有一页 是在记录朋友生日的 9月呢我就有两个朋友生日 一个是Judy 所以我们就把9月24就是稍微标注一下 Judy生日 OK 标注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前往下一页 下一页呢 我习惯就是做每周每周的规划 像这边你们可以看到 9月的周分成1 2 3 4 5 有点平均的分成了5周 所以我会在这边画5条 然后稍微把日期标在这里 这样等我之后知道哪个礼拜要做什么事 可是还不知道要安排在哪一天的时候 我就可以写在这边就很清楚 那这边呢 我就会设计一个框框是这个月要做的事 但也还不知道有哪些事情的时候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Monthly 好 大概是这样 这次的拍摄呢我放了两个镜头 就是希望可以让你们清楚的看到我在画什么 以及我在画画面 所以可能拍起来的感觉可能会不尽理想 但是请你们就稍微见谅一下 好 那做完这一页呢 我就会翻到下一页 去做一个habit tracker的规划 那一般呢我是用画的 算了不要看好了 太害羞了 反正呢 我这次就买了这个日本文方大厂的印章 它叫做什么翻转印章之类的 然后可以直接盖了 就不用用画的 那我们来试试看 OK 盖的还蛮清楚的诶 那我应该总共可以盖八个 诶 它真的蛮好用的诶 就是 虽然我都没有压得很久 可是盖出来的那个墨都蛮好 好像盖不了八个 那我就盖六个就好 这样就是 啊 才刚夸奖它 不顾一方面也是我自己没有压好 哎呦 没事 盖印章最害怕遇到这种状况 就 要补也不是 不补也不是 好 就这样将就着 那我刚刚就有说到我想要维持记录的事情 第一个是 每日喝水 2500嘛 我就写个Water 2500ml 还有一个是 每天的伸展 哦这个印章会印过去 大家刚盖的时候可能要小心 我这边都弄脏了 那 第二个是伸展 那我刚刚还有说什么 哦 记录饮食 30分钟的语言 还有读书 OK 记录饮食的话 Food Tracker 记录 我刚刚说什么来着 或是一阵 30分钟语言了 好 那还要剩下两个 我自己再想想看 我想要追踪什么 我再把它填上去 这页基本上就是我的 Habbit Tracker的页面 那如果想要让它稍微缤纷一点的话 就可以稍微写个字 好了 这次颜色好像选的不太好 这颜色有点亮 太深了 就会有点盖住 该看的东西 悲剧 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印章 我发现它会整个透过来 天哪 因为我之前写这种笔的时候 它透的程度都只有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接受 可是在这个真的 好深喔 我看有点不太舒服 这样的话我好像 没有很喜欢这个印章 因为它的穿透的程度太夸张了 好 没关系 那我们就 差不多先这样子 然后就进到每周每周的格局 我自己习惯的每周的格局呢 就是画 六条线 横线 然后呢 比如说3号这边是Judy搬家 我可以稍微记录上去 看它到时候需不需要帮忙 然后30号的时候 然后30号的时候 我有跟朋友约搬它的东西 那我的blood journal就会差不多长这样 然后如果我有什么想要上传的影片 我也会写在这些格局里面 我随便挑一周给你们看一下 好 就是这个上个礼拜的 你们有看到我7点半去格局面影 然后剪了影片 然后看就是跟朋友约看电影 像影片我也会标注起来 然后反正就是我的日程表都会 还蛮清楚的 那这以上呢 就是我差不多规划bullet journal的方式 然后 如果你们对bullet journal有什么疑问啊 或是 想看更仔细一点 我是怎么使用这个bullet journal的话 大家也可以留言跟我说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啊对了 你们也要记得去回顾一下 你们的年度目标哦 因为我知道就是时间一久 大家就会连目标是什么都忘记 不过现在重新看一遍 重新做一个小规划的话 你还有四个月三分之一的机会 去完成你的年度目标 所以一起共勉之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